《我的砍价女王》是由吴锦岩、林耕心、吴奇隆等人主演的电视剧,目前正在多个平台热播。 《我的砍价女王》作为一部以浪漫爱情为主旋律的作品, 很自然的剧中大部分桥段都是在刻画《傅双双》、夏浅和宁萌三位女主的感情线。 而结合目前的剧情发展来看,这三位女主的最终结局已经非常明显, 傅双双最幸福,而宁萌却最凄凉。 傅双双在《我的砍价女王》中的角色设定,十分单纯和善良, 并且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搞笑担当。 当初为了能够帮助自己所在的公司完成任务, 傅双双隐藏身份进入到了长盛酒店,也正是因为这个机会, 她得以和长盛酒店的副经理秦厚伯相识, 两人的感情得以逐渐升温。 而实际上秦厚伯早就已经发现了傅双双的真实身份, 之所以她没有挑明,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利用傅双双帮助自己, 完成并购长盛的计划。 秦厚伯对于傅双双的感情是非常纠结的, 喜欢是真的, 但同时利用也是真的。 在秦厚伯的并购计划失败之后, 傅双双因为无法接受秦厚伯, 一直对于自己的欺骗选择了离开, 而秦厚伯也从长盛酒店辞职。 在最新剧情中, 秦厚伯主动来到了傅双双家, 开启追欺模式, 想要和傅双双重归于好。 从目前两人的感情进展来看, 他们最终一定是会有一个圆满结局的。 尽管秦厚伯和杜双双之间存在一定的年龄差距, 但是秦厚伯有着足够的责任感和人生阅历, 能够很好地保护傅双双, 说傅双双是剧中最幸福的女主真的毫不为过。 夏浅的感情圆满但曲折。 在《我的砍架女王》目前的剧情中, 夏浅和盛哲宁正处于热恋期, 看上去非常的甜蜜, 然而这只是表面而已。 他们两人的感情中间存在一个很大的隐患, 那就是盛哲宁的妹妹宁萌。 夏浅和宁萌的丈夫何知眷曾经是情侣, 而宁萌因为童年期间的糟糕经历, 对于何知眷有着几乎偏执的依赖。 何知眷就算是外出工作, 宁萌还是会各种窥探, 发现何知眷身边有任何的一味异性存在, 他都会无法忍受。 所以对于夏浅, 宁萌自然是一直都视为自己的眼中钉, 肉中刺。 在最新剧情里, 夏浅和盛哲宁的好几次通话都已经被宁萌故意打断。 当然夏浅和盛哲宁作为剧中的男女主角, 最后肯定会甜蜜相爱的, 只是这中间有着宁萌的刻意捣乱, 相信他们之间的感情发展会变得非常坎坷。 宁萌最凄凉。 相信多数观众对于宁萌这个角色都是厌烦大于心疼的, 他虽然是因为有过一些不幸经历, 才会变得对于感情极度依赖, 但同时很多行为却又表现得心机满满。 面对哥哥盛哲宁, 宁萌总是一副乖巧懂事的样子, 然而背地里他却能够做出主动找一个骗子勾引夏浅的事情。 此前何之隽在发现宁萌暗中对夏浅使话的事情之后, 就提出了要和宁萌离婚。 当初何之隽会离开夏浅很大程度上, 都是受到了宁萌的威胁。 他本就是一个非常优柔寡断的人, 在看到宁萌对着自己要死要活之后, 自然就心软就犯了。 从这里就能够看出, 何之隽与宁萌之间的感情基础其实并不牢靠, 再加上宁萌三方五次的作妖, 本就不多的感情也快要被消磨光了。 宁萌和何之隽的感情注定走不长远, 他终将会为自己的心机和自私付出代价, 相信这也是很多观众想看到的。 在《我的砍价女王》中, 傅双双,夏浅, 宁萌三位女主每一位都性格鲜明, 傅双双和夏浅对待感情真诚且懂得分寸, 所以爱情美满, 而宁萌过分偏执和自私, 凄凉收场并不意外。